好 回到居众 天堂般的地方怎么样呢 那里阳光总是普照 然后呢 后面进一步去描述这个美好 Life there is simple and good 那里的生活既简单又美好 马上再照着说一句话吧 校园生活既简单又美好 校园生活刚刚出现 怎么说 Life on campus is simple and good 你看 这表达多踏实吗 校园生活是跟着李老师学的 简单又美好是亚历山大教过我们的 跟着大师去学肯定没问题 李老师是小师 亚历山大是大师 好 我们下边进一步描述这个美好生活 它说 Ride fruit falls from the trees and you never have to work 成熟的水果从树上 噗噗噗噗噗自己掉到地上 并且你永远不用工作 这多美好啊 这个ride是成熟的 fruit是水果 大家记得吗 李老师在前面说过 水果fruit表示数量是数不了的 我们说蔬菜水果怎么说 老师说过一定先说水果 后说蔬菜 为什么呢 蔬菜长 vegetables 水果单一节fruit 先说水果 我们应该说fruit and vegetables 蔬菜是可数的 但水果是不可数的 水果表示种类是可数的 表示数量数不了 所以在这用ride fruit 而不能加s 这个用的对 但是成熟的 我们注意这个ripe 这个词用的好 它可以表示庄稼啊 水果啊 等等等等 成熟了 熟透了 我们看一些例子 我们有一个谚语 就是soon ripe soon rotten ratten表示烂掉的 那么在四册的第一课 会碰到这个词 读快了之后 ten是鼻腔爆破 我们再读一下 ratten ratten soon ripe soon rotten 什么意思呢 成熟的快 腐烂的就快 这个当然不是指卖水果 该怎么保鲜了 不是教给这个 谚语是说明人生的道理的 什么意思呢 早熟者早妖 但是不是翻译成早早成妖精了 妖是妖者那个妖 早熟者早妖 或者翻译成小时了了 大未必加 一个孩子成熟太早 未必是好事 大了之后 可能就是泯然众人矣 就是成熟的很早 未必是好事 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事 这个记得在当时 三国时候有个著名的家伙 叫恐龙 恐龙的爸爸当时在吴国当官 恐龙当时著名的神童 恐龙让离 这个很有名气 有一次他爸爸一个同僚 一个也是在东吴当官的一个人 到恐龙他们家去串门 看见小恐龙心里羡慕嫉妒恨 他这儿子怎么这么聪明 聪明漂亮 我那儿子怎么能傻缺劲儿 看着很嫉妒 就说一些酸溜溜的话 就指着恐龙说 小时寥寥大未必加 什么意思 小时候你看神童大了之后 也就一般人 说话挺难听的 恐龙脑子快 小小年纪 马上回了一句 指这官说 享君小时必定寥寥 什么意思 我猜你小的时候一定是了不起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庸俗的 很平庸的一个 这样一个家伙 空中脑子快 所以这个 so ripe so rotten 早熟者早腰 小的时候了不起 大了之后 可能是普通人 是这么一个 当然这个ripe 不但可以表示水果 什么庄稼 也可以表示时机成熟了 the time is ripe 做某事恰逢其时 时机成熟了 用它也行 这顺便可以记住 见过之后可以用了 我们看例子 I'm waiting till the time is ripe before I tell my parents that I failed my exams 什么意思啊 我正在等待时机成熟 然后再告诉的父母亲 我考试不及格 注意这个before翻译的特别灵活 在这翻译成然后 而不是在什么什么之前 但先后关系是一样的 对吧 我要等待时机成熟 然后再告诉爸爸妈妈 我的考试不及格 对吧 这个时机不成熟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要挨走了 所以小的时候 不及格的孩子 慢慢会锻炼出来 自己成熟的性格 你想比如说考试不及格 什么时候说 一看爸爸妈妈正打架 就不合适 爸妈心情正不好 爸妈妈在厨房里 两个人拿着菜刀互相正砍 然后你往中间一站 爸爸我考试不及格 正好我砍你一刀给砍死了 这就时机不成熟 咱们等到时机成熟 等到爸爸过生日 提前买个生日蛋糕 然后藏起来 爸爸过生日 爸爸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儿子攒了三年的钱 给你买了这么大一蛋糕 爸爸多高兴 宝贝 爸爸抱起来 亲一口 然后你爸爸我考试不及格 他这个下回注意吧 爸不答了 你时机成熟了 time is right 李老师小时候就常这么做 这个时机成熟了 可以这么说 等我再换一个 我们不说时机成熟了 说这个人成熟了 注意 人可以分肉体 分灵魂 分精神 我们先说肉体 身体长成了 身体成熟了 成年的成熟的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形容词 注意第一个词 做名词 可以表示成年人 做形容词成年的成熟了 后面这词 跟它是类似的形容词 我们大声对象 adult adult 再度第二个 full grown full grown 都是成熟的成年的 这是生理方面 比如说 an adult cat 一只成年的大猫 可以吓小猫了 成熟了 再比如说 a full grown giraffe is 5.5 meters tall 这个m stands for meters 表示米的意思 一个成年的giraffe 小时候咱们看图十字 可能看过这个英语单词 叫长颈鹿 或者叫长波鹿 这个成年的长颈鹿 大概有5.5米这么高 这指身体长成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表示 这个孩子性格 人格成熟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四六级的重点词汇 叫做m-a-t-u-r-e 但注意不要读mature 别瞎读 我们大声来 mature mature 当然是李老师用的是美式发音 英式发音后面还是发you的声音 都是mature 但美音把这个u变成u 把那个r加个卷 所以就mature 我们分别读一下 mature 都是成熟的 类似 你比如说 he's very mature for his age 对于他的年龄来说 这个孩子相当的成熟 这个成熟不是指身体 不是指这个孩子性早熟 不是这个意思 是人格 人性方面 在这个性格方面非常成熟 落落大方 小大人 有这样的感觉 尹管真将这个男孩才三岁 但是已经独当一面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he's very mature for his age 这是心理性格成熟的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熟 咱们点西餐用的多 只是牛排要几分熟 这中文用一个字的英语中文表达特别丰富 咱总结总结 如果我爱吃全熟的 从外边到里边心都熟了 我们读一下 well done 不是well done 不是down 在那边 well done well done 是说根是平的 不要读well done 还有稍微剩一点七八分熟的 七八分熟就是里边的心还略微有一点生 这种七八分熟比较嫩一点 外边是完全熟了心略微有点生 我们读一下 meeting well meeting well 这meeting就中文溜的 中文溜的全熟就七八分熟 meeting well不是meeting well done 注意 再生一点 五分熟就meeting 就中文溜的 我们再读一下 meeting meeting 五分熟的 还有呢 这四分熟的 叫meeting rare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meeting rare meeting rare 四分熟的 四分熟的 那么再生一点 这最生的了 我们读一下三分熟的 慢慢来 rear rear 生肉 这毛还没退进呢 中国人寒毛没有这么重 咱们吃全熟的 这个我们看在口语中怎么说呢 一般这个逝者 waiter 我们会这么问 how would you like you'll stay cooked 就是您愿意您的这个牛排怎么样烹饪呢 how would you like you'll stay cooked 注意 would you 不是我的油 老师说过这个发员 这个声音 因为的碰到叶会变成痣 我们读一下 慢慢来 how would you like you'll stay cooked 再来一遍 how would you like you'll stay cooked 我们回答呢 就个随便说一个 比如说 I'd like my steak well done I'd like my steak meeting well meeting meeting rare 或者最生的就rare 都行 这都可以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Friends老友记中呢 就出现正规片段 我们知道Monica是个厨师 OK now this one's rare this one is medium well now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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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bab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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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Just stay hard Now I'm going to go 你看这有这么一个片段 Monica呢 在这个后厨 她是个大厨 一边做饭 一边催着服务 快快快 酥点 快快 快点 OK Now this one's rare 这份牛排是多少呢 三分熟的 rare最生的 this one is medium well 这七八分熟的 刚讲过的 now go go 快快快 去去去去 Hey Fibi打招呼 Fibi说 Hey 然后呢 How was dinner 这晚饭吃得怎么样 Fibi说 Dinner was good 她很着急嘛 一看她着急 她说得很快 咱们再听一遍 看能不能第二遍 完全听明白 OK Now this one's rare This one is medium well Now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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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baby Hey 3 times dinner Sitter was good Just stay hard Now I'm going to go 这是把这个熟啊 这个重要的表达 老师做了个总结 但是还有一种 可以吃全生的 牛排不能吃全生的 什么肉能吃全生的呢 生鱼片 这个可以叫全生的 我们读一下 这全生的这个词 慢慢来 肉 肉 我喜欢吃生鱼 怎么说呢 I like to eat fish raw 注意得这么说 我们读一下 I like to eat fish raw I like to eat fish raw 但注意这个raw的位置 不要说 I like to eat raw fish 那可麻烦了 raw fish就纯粹的生鱼了 鱼鳞还没刮掉 上来抗刺就咬 那成狗熊了 这不能这么吃 Like to eat fish raw 放在后面是指 已经把鱼鳞都去掉 切成了片 放好条袋 放好芥末了 这可以吃的生鱼 叫I like to eat fish raw 注意这个raw的位置 否则闹笑话了 这是生和熟相关的 回到文章中 第一种想象 天堂是生活 为什么呢 不但有吃有喝 而且you never have to work 你根本不用去工作 you never have to work 就是你不必工作 不必工作 用need可以怎么说 用need有两个版本 都对 为什么呢 need我们既可以当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的话 加动词原型 否定对情态动词本身否定 you needn't work 但是needent读快了 又是鼻香爆破 很麻烦 you needn't work you needn't work 对吧 还有need呢 当普通的实义动词来用 这个时候后面就加to do了 加动词不定是to do 这个时候用助动词否定 叫you don't need to work you don't need to work 这个两个表达都对 注意不同表达 否定的形式不一样 而且后面搭配更是不一样 第一种人说法说完了 下面看第二种人的观点 第二种人呢 又太悲观了 他说the other side is quite the other side of the picture is quite the opposite 说这种想象的另一面呢 是截然相反的 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种情况了 首先咱们注意这个 the opposite表示 对立面反面相反的 而前面这个quite 咱们前面讲过 在这儿得翻译 完全彻底截然 这是复习 快的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相当的 相当相反 不通顺 还有一个是完全的 这个在第八课就讲过 咱们回顾一下 42页的第12行到第13行 42页 英语的反复重复 要不然就忘了 然而在冬天 修道院的生活怎么样 是截然不同的 不是相当不同 是截然不同 百分钟呢 是截然相反 这个反面对立面 直接用的是the opposite opposite前面加定古词的 形容词前面加的 不能读上the了 这个原因 在原因opposite 前面加的 不能读上the了 要读上the 因为定古词的 后面出现原因 一定发the 我们大声读下 the opposite the opposite 对立面反面 the opposite of love is hatred 爱的反面是恨 当然有的时候 人说爱的反面 是冷漠的 都可以了 总之是 对立面反面 可以这么说 有时候这个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修饰另外一个名词 也行 你看the opposite bank 也是在前面加定古词的 这是什么意思 和的对岸 这个bank 不是讲的和岸的意思吗 此岸 那个是彼岸 和对岸 相对立的 这个呢 the opposite sex 表示异性 我是男性 他是个女的 就是他就是我的 the opposite sex 叫异性 相对的 相反的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顺便 把这搭配 可以记住 叫做be quiet be opposite 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说的 截然相反 这个搭配背下来就好了 完全相反 截然相反 造个句子吧 我的父亲是一个性格平和的人 但是我的母亲 我的妈妈却截然相反 性格平和的 可以叫come C-A-L-M 性格平和 温温软软 不说话 哎呀 性格特别好 我的父亲可是个老中医 老大夫性格 哎呀 来了吗 看病吧 快死了 这个说话特别慢挑四里的 这么说 我妈妈呢 火爆脾气 动不动拿菜刀 砍人 截然相反 咱们看怎么说 我们说一遍吧 my father my father is a very calm person 逗号 但是 but my mother 被一遍 is quite the opposite 好了对吧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性格很温良 很平和的人 但是我的母亲妈妈却截然相反 be quite the opposite 直接把他背下来 但是还有一个相关表达 叫反过来也一样 反之亦然 这是来自于拉丁文的一个变化 写作中用的也多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vice versa vice versa 叫做反之亦然 反过来也一样 这个表达不错 用它经常可以使咱们表达的篇幅更简洁一些 你看咱们看一个简单句子 比如说 男青年可以跟女青年约会 反过来女青年也可以跟男青年约会 你看中文这特别啰嗦 男青年可以跟女青年约会 反过来女青年也可以跟男青年约会 这声绕口令了 英语中表达特别简单 几个词就出来了 boys 男孩子可以约会女孩子 反过来黄囚凤也未尝不合 女孩子也可以主动的约男孩子出来 这个也行 and是相当于 and girls can also date boys 但是用vice versa 可以是表达更精烈一些 反过来可以怎么说 下面就描述 怎么一个正相反呢 下面再回到课文中 life on desert island is wretched 荒岛生活是非常悲惨的 wretched叫悲惨的很惨的 为什么呢 you either starve to death or live like Robinson Crusoe waiting for a boat which never comes 他说你要么呢 是饿死了 饿死怎么见过 叫starve to death 要么呢 就生活得像鲁宾熏克鲁索一样 这个表达结构很简单 咱们新刚才二次就见过 either or 要么是a 要么是b 两者选一个 这个either 咱们用的是美式的发音 在英联邦国家 一般录着i的 i的 o i的 o 没有卷声音发i 美音中 eit是要有两个发音 就看在哪个地方 如果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 新英兰地区 还有像纽约州这个地方 是老英国的殖民地 它发音更像英国人一点 就是指尸家卷舌 但前面依然发i 懂得either iither 但多数美国人 特别是西部的 像这个南部的 一般懂得either either 所谓i的 either either 这三个声音都会听到 后面or 都说or 或者or 都行 要么是a 要么是b 反正要么饿死 要么生活得像鲁宾熏克鲁索一样 怎么生活 waiting 后面是非为动死 当伴随壮语了 怎么是 生活这么生活 就是 就是每天都等船 伴随动 在等船 眼巴巴的看着 在等这个船 而这船呢 却从来也不会开来过 which never comes 大家发现 又是一个形式上的定义从句 你不能发现 等着一个以后 却没有开来的船 这不同顺 那一直在等船 但是船却一直没有开来过 我们说了 这个定义从句 未必发挥定义作用 本文中是不是相当于 waiting for a boat but it never comes 但是我们说了 你看bud这句话中 他的主语 it不就是前面末尾 那个boat吗 我们以前说过 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是不是像并列剧 壮语从句 就可以改成邓语从句了吗 直接把bud去掉 把这it换成 which就好了 which never comes 两个字并一个字 更简洁一些 就眼巴巴的看着地平线 看有没有一个帆船的尖 能露出来 天天过着这种生活 作者说究竟哪个对呢 作者说得很中肯 perhaps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using both these pictures but few of us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out 他说可能这两种想象多少都有些道理 但是我们之中却很少有人有这个机会 去亲自去荒岛上弄个究竟 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重要的搭配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表示什么什么东西 有点道理 五星级搭配 希望大家背诵下来 可以给咱们文章增光天才 增光天才 再比如说 他说的话有点道理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what she said 当然也可以说 in her words 都行 咱们回忆吧 回忆 问问大家 看有没有好好复习 第九课 飞猫里边 咱们讲过另外一个 叫很有道理 猫有九条命 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怎么说 by the element of 换成a good deal of 就好了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在里面有大量的真实性 我们说过deal 这个词修饰不可数名词 truth 在这是不可数的 用的是对的 咱们复习 46页第七号 46页第七号 Apparently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this idea 显然这种想法是很有道理的 那种想法 猫有九条命 总也摔不死 有事实一举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道理 回顾一下 没道理 干脆 there is no truth in 就好了 there is no truth in the rumor 这个谣言 流言蜚语 完全没道理 纯粹胡说八道 空瘸来风 就好了 我们在复习复习当年说的两道 当年阅读真题 看能不能迅速把它翻译出来 这段论证的过程 或者是这个论点 可能有点道理 there is probably an element truth in this argument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 更加基本的事实 我们家同位从据是什么呢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第五号的讲过 再次复习是什么意思 新闻的自由 常常被滥用 abuse 辱骂虐待滥用 三个意思是滥用 他们这可能论证 或者这个论点 是有些道理的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 更基本的事实 就是新闻自由 经常被滥用 就好了 再回顾这句话 咱们看看中文意思 直接翻译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有一次 什么叫attribute a to b 把a归因于 b 还记得吗 attribute动词原型 是去掉这个字母的 就是把a归因于 一定找这个to 他有一次 把一个著名科学家身上的 这个creativity 創造力 归因于这个事实 我们家同位从就 什么事实 他从未上过学 作者对爱因斯坦这句话 做过了评论 我们说observation 可以表示某人说的一句话 在这里是指爱因斯坦这句话 作者说 undoubtedly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爱因斯坦他说的这句话 是有道理的 他既没有说很多 也没有说有点 attrude 就有道理 他的这句话 无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绝对不是对学校的批评 你看这个搭配记录之后 不光是写作 能阅读速度也上去了 因为写作比阅读难多了 我们说阅读好的人 未必写作好 但写作牛的人 阅读一定特别强 写作比阅读难 作者说 这个两幅图景 多少都有些道理 但我们之中很少有人 有这个机会亲自去弄过究竟 其实就是 第一种想象太乐观 第二种想象过分的悲观 对吧 就这么一句话 我们看这句话怎么说 是不是可以说 the former picture 就第一种想象 这pitcher比如图片的 心中的想象 怎么呢 is unduly optimistic while while是儿了 the latter picture 后一种想象 is unduly pessimistic 这个乐观的和悲观的 顺便咱们再读一读 先读第一个 optimistic 再读第二个 悲观的 pessimistic 乐观的 悲观的 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还有前面的限定词 过分地 超过限度地 慢慢来一遍 anduly anduly 形容词形式 就是andu 把ly去掉 加字母意 andu就好了 这个句子 当然从语法来说是对的 但从句法来说不好 为什么太啰嗦了 老师说过 这个while表示 儿的时候 是一个并列点词 它类似于and but 只不得强调上下句的对比 变成而 并列句中 重复的内容 一般是可以干掉的 在这里边 picture 前面出现过 后面就不用说了 并列句中 位移动词也可以去掉 前面又is 后面的is也可以去掉 但anduly 不要去掉 anduly去掉之后 我后面一句话 就不知道是悲观 还是过分的悲观了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anduly 还是被省略了 所以anduly这个词 省略有其意了 可以变成 the former picture is unduly optimistic while the latter anduly pessimistic 省掉什么 省掉重复的词 picture 还有重复的位动词 is anduly省掉 我老师说了 有其意 这个就不要省了 如果过分乐观 过分悲观 或者可以把它变得更简洁一些 咱们是不是可以用 或者是 或者是 刚讲过用什么 either work就可以 他们或者是过分悲观 或者是过分乐观 用一个简单句就行了 就不用并着句了 咱们看看怎么说呢 直接看书后题得了 咱们请翻书 看一下书后题 61页的第一题 好 快点 61页翻译过来 看第一题 就最上面阅读理解 第一题 来说 in what way are the pictures we form of a live and a designated area in what way 注意 这个位在这 不要翻的方法 不是用什么方法 不真实 不通顺 这个位跟in搭配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方法 in this way 用这个方法 第二个叫做方面 in many ways 在很多方面 是方面的意思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在什么方面 我们对于荒岛生活的想象 是不真实的呢 咱们看 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符合原文中意思的 只有c选项正确 对吧 他们或者过分的乐观 或者过分的悲观 这个本文中表达是完全一样的 好了 这是第一段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 是整个一个对荒岛生活大家想象的一个总结 他们是不屑实际的 怎么不屑实际 展开一种太乐观 一种太悲观 后面作者来个重肯的判断 他们都有点道理 但是可能我们真实情况 大多数是没有这个亲身经历的 那么第一段 讲完之后 引出第二段 一个精彩的故事 有两个人最近却有了亲身的经历 使大家有读下去的欲望 为什么 大多数没有这经历 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的 引起读者好奇心 引出第二段 这个故事情节 这个展开 第二段比第一段更加精彩 我们第一段 跟老师 我们先学到这 对他如何 我也不知道 我那么老师 但是班长 总结费 第二段 十分得 有声音乐